当你的小朋友不能够跟讲 不能够当你想他跟着讲一些音 讲一些词语 讲一些语句组织 而他能够即时回应 去跟你重复一次 当然对他各方面 包括语言 社交 游戏技巧 甚至一些自我表达情绪的方面 都会影响很心愿 家俊当然很心急 怎么可以帮助到 提升他们能够跟讲的能力 但先我们不要心急 当未准备好他们的基础技巧之前 就一味地在我们旁边叫他们 跟我说啦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妈妈 你要说我要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去给小朋友去训练 反而是我们要做很多前期 准备他们的基础技巧的训练 慢慢一步一步地引领他们 能够去做到跟讲的技巧 今天我们重点就要讲下三种基础技巧的训练 去帮助到你的小朋友 特别是星宜 能够掌握跟讲的技巧 情况 你的小朋友 他不愿意去跟讲 很大程度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动机 或者他不愿意配合跟你讲你想去讲的东西 所以第一步 先解决 或者可能要训练的基础技巧 就是要建立他们有个动机 或者他们有个动力 去好好地配合 或者依据爸爸妈妈想他们做的东西 而他们不会太反感 太抗拒 你要他配合去做的东西 所以第一件我会建议 先跟小朋友建立一个奖励系统 这个奖励系统 可能是你可以跟他一起 存一些的积木也好 一起贴一些药杆的贴纸也好 等你的小朋友他要明白到 咦当我了 换顶了 当我得到一定数量的积木 或者是我贴满了我的贴纸板之后 我就可以换一些我想要的奖励品 例如说是一些的游戏 甚至前期一些比较强劲的强化物 例如说可能是一些特别的零食 或者一些特别的 可能是平板电脑之类的东西 让小朋友有一个动机 很想快点存齐 你要给他的积木或者贴纸 慢慢的 在每个贴纸之前 都给一些小的任务去做 鼓励他了 愿意去配合 去听话 跟着爸爸妈妈给的指示 去完成一些工作 而当他完成了 约干数量的工作的时候 他就可以换领了 他想要的奖励品 同样的其实是提升了 他那个动力 想去配合 去听话的情况 订阅了 你的小朋友的动力 去配合 或者去听话 跟着你的指示 另外要处理的一个基础的技巧 就是你的小朋友 会不会是很不专心 专注不到在你的身上 或者完全没有关注 留意到究竟你在他身边 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所以变上第二个重点了 训练的情况 就是他对人的关注程度 我们也引用了 刚才就是我们 帮他建立了一个奖励系统 但是每一次 可能你给他一个帖子的时候 你都要他 可能是留意一下你 先的 留意一下你的动作 所以可能你每一次 给他帖子 你把帖子都轻轻摆在不同的位置上 他要留意你的手部动作 把帖子放在哪里 慢慢的 可能你可以拿起帖子 让他多一点 留意到你的面部的表情 因为他每一次 可能要望向你的面部 去找你把帖子放在哪里 他要伸手去拿帖子去存起 慢慢再之后 可能就是你不拿起帖子 但是他要自发性 跟你有一个眼神接触 他看一看你 或者他留意一下你 你就马上在我 给你个帖子 慢慢等他提升 他要专注在人的身上 他要关注 留意到 那个人究竟在哪里 和他做什么动作 才能够接下来 训练他 和你的模仿技巧 因为如果他 连望都不看你 他都不能够 专注在你身上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难去 模仿你做什么动作 换句话说 他看都没有看你的时候 他怎么会看到你做什么动作 从而自己做出来 所以变成了 这个第二步 去训练他 留意别人的技巧 也非常重要 第三个训练的技巧 就是 模仿的能力 当你的小朋友 如果是一些大肢体的 模仿能力 他做不到的话 其实他会更难去 模仿你的发音 又或者是 模仿你说的一定的词语 甚至是 模仿你说的语句组织 所以我们先了 都要训练了他的模仿能力 我们先可能是 用一些不同的物件 我们呢 就会坑啊 或者是弄不同的物件 有些声响也好 没有声响也好 他要看到 咦你怎么样去弄的那个物件 他要跟出来 例如说 你们两个都有一个估计 你就去拍打那个估计 你的小朋友就要 模仿你拍打这个动作 去拍打这个估计 为什么我们先会由模仿 或者可能是 运用物件去给他模仿呢 因为物件可能 比较明显 比你的小朋友去留意到 究竟他需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慢慢下一步了 我们就不运用物件 去给他做一个模仿的动作 但是我们就会 用我们的肢体了 去做一个模仿 而他会跟着 例如说 我拍手 他跟着拍手 我拍拖 我拍头 我拍 或者我踩脚 我举手 他要跟着一些肢体动作 他一样做出来 但当然 前期我们也要简化一下 我们的动作 可能做多些大肢体的模仿动作 比较夸张一点的肢体 让他更清晰地去见到 你做的动作是什么 再慢慢地 做一些比较小肢体上的 一些模仿动作 例如拿手指去碰一下鼻 他可能是碰一下嘴 两只手指这样并在一起 做一些小微的肢体动作 其实慢慢引领他 之后 就要看你的嘴型 去跟着做一个嘴型的模仿 为什么这么重要 去做一个嘴型的模仿 很多小朋友 就算他可能自己能够发音 不代表他能够模仿 你的嘴型的动作 而当他的嘴型不能够好好地 动动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是很影响 他能不能够跟着你去发音 所以当做到小肢体的模仿 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嘴型的模仿 例如一齐抹大口 或者E 或者U 这些嘴型 先不需要要求他 会跟你发到的音 只是做到嘴型 就已经可以 慢慢当你的小朋友 熟习了跟你做一个嘴型的模仿 之后 就可以模仿发音 包括可能是你说一些 比较小朋友容易发的音 例如M音 BA音 I音 这一类的音频 令到你的小朋友 去跟你模仿发音 当你的小朋友 能够好好地跟你模仿发音 自然 你可以跟他说一些单字 一些词语 甚至慢慢 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 他根据模仿你的语言 他可以扩阔他的语句组织 他可以更多机会 自己 好像学你一样 自发性地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情绪 问你想他问的问题 甚至乎在社交 游戏互动之中 用多些语言去做一个互动 所以 当然很多的家长都会希望 小朋友可以尽快 发展到他的语言 可以做到跟讲 慢慢我可以教他更多的词诺 教他如何用语句去表达自己 但千万不要因为心急 而罔顾了 前期需要和他做的一些基础训练的工作 而当你慢慢一步一步地 去提升你的小朋友的技巧 你会见到他越来越快 也能够越来越准确 去做到你想他做的跟讲的技巧 希望今集可以帮到 各位家长 留意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会常常上载 很多不同 关于ABA训练资讯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